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严重的是有学生咬到营养午餐面包发现有虫 市府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已经启动了实案调查 强调绝对会严格来把关 画面上是市府发言人余志明跟教育处长刘美兰召开记者会说明 有一家营养午餐的食材供应商最近接连出包 最严重的是有学生咬下营养午餐面包发现虫 这一名营养午餐的供应厂商龙生蔬果行 有被本府发现了番茄食材的标签不实的一个状态 那厂商呢在当时是声称是标签物质的事件 那此外呢在4月25号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学校的营养午餐在进行食材验收的时候 有又再度的发现了肌肉过期的严重事件 在第一时间我们也马上的进行退货处理 并且要求更新食材 也通报了市府的这个食安的机制 由教育处还有卫生局以及动保所 来进行溯源的这个稽查 追查过期漏品的这个动态 还有它的留下 那索性这些过期的食材并没有流入到校园 供这个学生们食用 但是在昨天的下午本府再度接拓到教育处的一个通报 在某高中的营养午餐当中的一个点心面包上面 有出现了不明的毛虫 目前正在启动的都是食安的相关的程序 那已经从第一个标章不实的这个区块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正在走相关的程序 第二个就是在过期漏品的部分 那这个动保处这边正在做相关的查核 那面包的部分是昨天才刚刚发生的 所以这些事件如果经我们的整个食安的调查程序都属实的话 我们就会依照合约来进行相关的惩处以及祭典 合约供应商6万块以上的罚款 然后另外针对这个肉品本身的供应商 那是他供应给农生再供应给学校 我们同样一样会用6万块的罚款给他做处理 那至于在那个面包的部分 那因为面包里面含有虫体 那他可能就涉及说 可能就是有可能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这样子有这样的义务 那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会等到那个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对他这个产品本身的处置之后 那我们会再考虑是不是在进一步对农生 用共同行为人的方式做后续的处理 依照他的合约内容 这个厂商他是与前市府签约 自去年的8月30日供货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这几起的连续事件也凸显了 我们现行祭典惩处的部分 相对来说比较缺乏严格的约束力 那为此呢我们本府也会针对 营养午餐的这个制定 也会针对营养午餐的部分 来制定一个比较健全的自治条例 并且会将来会提交到议会来进行审议 杜绝可能有问题的食材厂商进入到学校 而针对这家营养午餐食材供应商连续出包事件 教育处表示已经结合动宝处与卫生局 启动食安调查机制 若查核属食将有祭典与罚宽处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金融市运动爱台湾安乐区社区健走 继新著名嘉年华活动在金融长庚医院 秦龙湖院区登场 市长谢国良鼓励大家多走路 多运动 拥抱健康 健走运动前在专业教练带领下 先跳个暖身操 舒展筋骨 包括安乐区长简易哲 市议员郑凯玲 吴华佳 以及投入国民党党内立委初选的 前副议长林沛祥 和已经从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胜出的 市议员张炳君等人 都亲自到现场和民众同乐 激动式运动爱台湾安乐区社区健走 继新著名嘉年华活动 在激动长庚医院秦龙湖院区登场 吸引1500多位民众一起走出户外 小爱爸爸 激动市长谢国良 亲自到场参加 鼓励大家多走路 多运动 拥抱健康 我们郑锦州理事长 我们张炳君议员也是我们立委参选人 然后我们文规秘书 还有昆和 还有检区长 我们前议长我们林沛祥议员 郑凯玲议员 还有救国团的会长们 还有乌华嘉义员 我刚刚有称呼到吗 好像漏掉了 对不起 然后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的大朋友 各位同学 小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然后又不是太热 所以今天小爱爸爸很开心 来跟大家一起活动健走 祝今天很多贵宾 赶快让他们家依依跟大家问候 还有在座所有的里长们 祝大家今天运动的愉快 健康身心 谢谢大家 谢谢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等人 一起鸣枪后启动 参加的许多民众和团体 以及里长们 则事先要求和小爱爸爸市长 谢国良以及议员们合影留念 谢国良也展现亲和力来者不拒 你要爸爸站不站 走 参加见走的民众 从园区出发一路走到情人湖公园 边走边欣赏盛开的油桶花 吸收森林芬多金 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假日周末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金融市中山区中和国校 庆祝69周年校庆活动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场 与师生一起唱生日快乐歌 吹蜡烛 切蛋糕 齐取一起努力把学校建设得更好 所有的会兵和会长 然后我们的那个学校友 还有林芬 庆生蛋糕由中和国小小朋友们一起推出来 并且邀请基隆市长谢国良 刚从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胜出的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市议员郭美秀和市议员施伟正特助 和学生家长老师以及校长等人 一起高唱生日快乐歌 为中和国小69周年校庆庆生 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市长能够来到中和国小 跟全校一起欢迎中和国小69年的校庆 市长谢国良也和学生一起吹蜡烛 切蛋糕 并且期许明年中和国小70周年校庆活动 办得更盛大 也会一起努力把学校建设得更好 好 那非常开心跟各位可爱的同学们 一起欢度69周年 那我们把明年70周年办得更大更好 还有校长奖的学校建设 我们一起来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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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方面也结合原油会方式 在各楼层由各班级学生和老师准备各类食品饮料 玩具网偶 贩卖同乐 更有老师不辞辛苦亲自带着学生在走廊上 现烤香味四溢的肉排以及香肠 热闹庆祝校庆活动 我这是遵守的 对 我也是遵守的 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原住民族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在基隆港海产楼举行 市长谢国良亲自表扬 也肯定获奖模范母亲们 对家庭及社会的贡献 活泼热闹的原住民舞蹈表演后 母亲节前夕在基隆港海产楼办理的 基隆市112年度原住民族模范母亲 表扬活动正式展开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表扬 也肯定获奖的模范母亲们 对家庭以及社会的奉献 其实在可能因为都很大 因为时间跟篇图的关系 我们就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介绍 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的到来 今天感觉又温暖又开心 小孩爸爸很开心的 跟大家一起庆祝 我们的模范美金节的活动 尤其是女住民的朋友 我们都希望跟大家永远在一起 基隆市议员陈明健也感恩 每一区获奖的原住民族模范母亲的伟大 讲到你们这些四季 所以我想到一句就是说 在母亲节这一刻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 她的女子叫做母亲 就是妈妈 所以妈妈她就是生我们的 养我们的 教育我们的 甚至于平安到我们一生的 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就是一个母亲 每一区获奖的一位原住民族模范母亲 也在家人以及有出席表扬活动的区长陪同下 开心的来个大合照 对于妈妈能够获得模范母亲 家人都非常开心 也有因为家人工作繁忙 没有办法陪同出席表扬活动的模范母亲 也由基隆市议员陈明健以及区长们陪同 留下光荣耀眼的合照 绝对不让妈妈自己一个人孤单受奖 也温暖了原住民族模范母亲的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同样是庆祝母亲节 带动唱官模联欢会在仁爱国小举行 主办单位特地安排了市长谢国良 郑副议长与全场进千位的土风舞者 用健康又快乐的土风舞一起庆祝母亲节 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市议员郑凯玲和联恩典 随着土风舞乐曲翩翩起舞 和全场台上台下进千位来自各区的 热爱土风舞社团舞者 一起共舞场面热闹又健康 这是由基隆市带动唱协会 以及中华民国土风舞教师学会举办的 庆祝母亲节带动唱官模联欢会 在仁爱国小举行 主办单位李柏源董事长特地安排 基隆市长谢国良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以及副议长杨秀玉等人一起跳舞 用健康又快乐的土风舞庆祝母亲节 我想我今天在基隆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全基隆市最美的风景 因为最美的漂亮的姐姐 妈妈 阿姨 阿嬷都在家 你说对不对 我看到这样热情的气氛 就看到我们这个基隆的活力 所以可以每年都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会先拜托大家 先给李柏源董事长一个掌声好不好 谢谢李柏源董事长期在我们艺文舞蹈运动上面 做这个非常好的这个付出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姐姐们在一起跳舞 母亲节快到了 这个节日是属于在座的姐妹们的 我们给自己再攀手一下好不好 鼓励一下 谢谢各位姐妹们 平日的辛劳 然后我们今天可以用舞蹈跟带动唱 来这个表达出来我们对这个节日的一个敬重 跟祝福 包括前机动市长张通龙 前立委徐少平 前议员郑林清良 书法大师张炳黄 国民党机动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副主委林江伟贤抗力 以及机动市警察局长张树德 和能歌善舞伴艺人的文昌里长王明清 以及民政处长张渊祥等人 都亲自参加 警察局更是把握难得的机会宣导反诈骗 而参加国民党党内立委初选的前副议长林佩祥 同样把握机会到现场 致政康乃兴和大家同乐 机动市长谢国良 更是深受大姐大哥阿姨妈妈们的喜爱 一批又一批要求合影或是自拍留念 机动市议会议长同志伟和副议长杨秀玉 也不遑多让 同样被热情的大哥大姐阿姨妈妈们要求合照自拍 台上台下又是跳舞又是拍照 整场土风五官模会热闹非凡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快来参加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礼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区渔会结合台电 基隆市政府及宗教团体 发起到基隆鱼海域 进行渔苗放流的活动 希望保护海洋生态同时 也传达渔业永续的教育 渔船一抵达基隆鱼海域 桶子里到处牵直的鱼苗 流向大海 箱子里还有三万尾鱼苗 统统准备放回海里 我们顺一下洞见 潜水人员下水 透过水底摄影机 拍下鱼苗回归大海画面 基隆鱼海域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也是基调活动的胜地 但随着海洋资源匮乏 基隆区域会台电和基隆市政府 发起了鱼苗放流活动 我觉得放流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一些 可爱的小鱼们 让他们重新回归大自然 教育就是让大家去爱护大自然 对环境尽一份心力 看到他们流回大自然 就是觉得有一种 就是富裕的过程 就是觉得很开心 来自海大福中 二星高中 中山高中 东南科技大学学生 和灵鱼山团体 总计400人 分别乘坐11艘 娱乐渔船 从八斗子渔港出发 前往基隆鱼海域 展开放流活动 希望让渔业永续经营 那我想今天借由 把基隆区域会的 这样的一个渔庙放浪 那跟我们的一个学校 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产观学合作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案例 那我想借由渔庙的放流 也可以让我们的学生 了解到说 渔庙的海洋 其实非常的一个不容易 那也是希望说 让我们更加珍惜 我们的 有限的一个海洋资源 那希望把这件事情能够长期 很永续的经营下去 鱼类的一个食用之外呢 其实海洋生态的一个富裕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海洋生态的资源 必须要永续 就要透过渔苗的一个放流 来增加海洋生态的一个丰沛 所以这样呢 对小朋友一个教育 也是非常的有帮助 让他们知道 其实海洋生态的富裕呢 从渔苗就应该要开始 来重视他们生态的一个培养 这个渔苗放流活动 台电公司跟这个 金融区渔会已经 这个合作多年 那效果也非常卓著 那台电本渔这个社会责任 距离这个海洋生态 最近受到一些影响 希望也能够善尽一些社会责任 我们这沿近海洋 金融医海洋附近 跟巴陆子附近 还有汪海湘附近 这个加纳 自从我们渔苗放流以后 挣扎很多的 的那个加纳鱼 那么渔苗活动最主要是 我们这一次有叫一些学生来 二姓中学啦 海大附中啦 都让科技大学学生来参与 是让教育我们下一代 珍惜海洋 爱护海洋永续经营 那希望通过这个渔苗放流 可以让我们这个丰富的 这个海洋资源 不会那么的匮乏 对那因为近年来 过度的捕捞 渔民过度捕捞 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个 海洋资源 有一些的损害 那希望透过这个渔苗放流的活动 可以让海洋资源 可以更加丰沛 那除了能够 这个增加海洋的一个生态 这个广 广广广这个富裕的一个 海洋资源以外呢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林俊山佛教道坛 这样的活动 从来都没有缺席 也符合我们宗教 慈悲 护身的一个精神啊 为了追踪渔苗放流 后续的效益评估 这种区域会与海洋大学合作 特别将5000条的渔苗 进行打标标示 未来钓客或渔民 钓友标示的鱼体时 也能够回报这种区域会 以例统计和分析 我们海洋大学的部分呢 是实际上说呢 能够提供科学化的一个 走苗放流的一个效益评估 那提供更充分的科学数据 来回应大家关心的议题 比方说我们放出去的物种 到底正不正确 是不是在适当的时间 或是适当的地点进行放流 那放流到外面的话呢 他们的活存 适应的情况如何 那到底会不会造成 基因载化的一个疑虑 那这些我们都有提出 科学的证据来 回应大家各界的一个疑虑这样子 那当然最重要的像是 渔民关切到 到底这些资源 是不是能够增加 那我们也有一些提供出 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据 发现到 初步发现就是 可能可以增加一到三成的一个比例 然后这些总量能够贡献到 渔民的渔获当中这样 台电他们本身除了在 海边盖电厂以外 有影响到移民以外 他们也在做深入的研究 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到移民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请 潜水人员下去 帮忙协助做各种的露营 让海大来加入研究这一块 虽然市府和民间都希望生态永续经营 不过渔苗放流需要经过申请 针对放流的雨种地点都有规定 在不影响棲息的环境情况下 才能够进行 确保放流雨种和生态不冲突 才能达到保护海洋的效果 记者黄绍鸣记录报道 还记得苗栗院里有一围 小抹香精搁浅沙滩吗 在金融市政府的协助下 顺利将它也放回大海了 而这也是2023年第一起在中部海域 抢救搁浅鸡豚的成功案例 志工们提着帆布担架和时间赛跑 就怕小抹香精离开水里太久受不了 得加紧脚步运到船上 准备出海野放 运送过程中 志工不断往小抹香精身上浇水 确保他换气顺畅 最后来到金融外海 众人合力将他抬起野放到海中 这只小抹香精 是在6号被人发现 搁浅在苗栗院里出水里沙滩 民众健壮赶紧通报海巡处理 后来被送到金融八斗子救伤中心 除了进行全身的健康检查 志工也在治疗池里面 用毛巾帮助小抹香精游泳 只见他活力充沛 身体没有大碍 决定在7号上午 趁着海上 还没有恶化之前 赶紧出海掩放 他的种名 他的中文的种名叫小抹香精 不是抹香精的小朋友 不是 是另外一种种 然后他的体长是315公分 那性别还没有确认 因为搁浅现场 那时候没有确认 所以我们晚一点才会知道他的情况 那搁浅的时候 呃是发现他的呼吸是算有力的 然后不过他眼睛有红肿的迹象 然后身上有一些 呃渔网切割的痕迹 那个体有点消瘦 不过因为呼吸有力在 就是他还算会挣扎动物 就是体力也算还可以 所以呃所以就是整体评估来看 就是呃他可能有机会 呃有机会回到大海 不过因为他个体太大 那所以在搁浅现场 没办法进行相关的浮力测试 可是我们不晓得他 之后如果真的回到海里 是真的会浮还是无法浮 直接下沉 那如果下沉的话 当然他就会溺死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野放之前 做一个呃 减伤的动作 那这个减伤就是 确认一下有没有其他 比较严重的毛病 由于搁浅的鲸豚 穷活率低 志工们不眠不休 无救援 幸亏官方民间伸手救援 这一次才让小母乡金成功回到大海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因台风季 副议长杨秀玉 争取市政府都发出公园管理科 为六堵科技园区 整理工建路两旁的 230棵行道树 预定5月中旬开始进行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看着被当地民众叫做 胡子的大龙树须根 以及象棘头发的茂密枝叶石表示 应该要为这些大树整理 门面了 提前因应台风季节的来临 因此反映地方民意 争取市政府都发出公园管理科 为六堵科技园区 诊断工建路两旁的 230棵行道树 适度修剪头发 以及胡须 修剪工程预定5月中旬开始进行 就算是忙到声音都沙哑了 能够为乡亲争取到 尽快修剪行道树 杨秀玉还是很开心 工建路这整个两排领域大概有230几株的那个榕树 那因为长期性的这个都没有修剪嘛 那因为台风季节快到了 那我有跟公园科这边就是提到说这个应该要赶快修剪 那可能预计中旬 中旬都会在这边做修剪 龙树 茄冬跟风箱 那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修剪吗 原则我们会针对就是生长比较茂盛的 比如说是龙树的部分 我们会进行做强剪 因为在工建路这边 龙树几乎都在电线港底下 所以我们想说为了避免安全性 龙树的部分我们做强剪的部分 那茄冬跟那个风箱的部分 我们原则一些土长子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修剪掉 然后维持环境的干净整洁以上 包括当地六堵里长 于良盛以及居民都前来关心 希望影响到路灯照明的汁液 可以先行修剪 至于是否一并修剪 可能影响到电线电缆的汁液 因为涉及到考虑人员施工时的安全性 必须断电进行修剪 反而影响到民生供电等大问题 暂时不处理 整个修剪工作 大约两个礼拜左右 又可以完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七堵区有一里办公处 特地结合七堵区卫生所 共同举办 我爱妈咪母亲节 送桂花苗及办理亲子 建行宣抖的活动 场面温馨热闹 参加活动的民众 都可以免费拿到 有一里办公处 制正的两株桂花苗 大家都很开心 进入五月份 庆祝母亲节的活动越来越多 七堵区有一里办公处 特地结合七堵区卫生所 共同举办 我爱妈咪母亲节 送桂花 以及办理宣导敬烟 亲子见走的活动 相当有意义 我们有一里本身 也有这个桂花苗的植栽 来分送给我们的礼民 每一位礼民来这里 透过我们的卷 到那个三角公园 那边回来的话 回来盖个章子 他们就会领取 两棵的桂树 桂花苗 还有我们的国家里蛋糕 当然有很多议员们 他们提供的 堪乃心花给我们的礼民 高兴能够来到 有一里面活动中心 办理一个母亲节 见走 还有进烟害舞的一个宣导 希望透过跟祖孙共荣 然后走在一个 没有烟害的一个环境 然后促进 那个里面的一个健康 对 包括七堵区长冯极安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前基隆市议会议长 先任市议员蔡旺莲 以及市议员曾宜芳 和市议员张耿辉特助等人 都一起亲自参加 和民众同乐 一起欢度健康快乐的母亲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症